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培育超级人种的地狱 直到盟军驶入德国 一个邪恶的秘密生育计划 才浮出水面 人们第一次发现 在人类进化的伟大名义下 生育可能与集中营里的死亡 同样残忍 1936年 18岁的一个少女刚刚走出校门 这个金发碧眼 身材高挑的女孩 是德意志少女联盟的成员 不过 即使在一群制服少女中 她也总能引人注目 常有人赞美她 是真正的希特勒女孩 正当迷茫之际 联盟领导向她提议 如果你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 何不为元首生个孩子呢 那时她还不知道 就在一年前 纳粹党卫军头目 希莱姆 刚刚成立了一个秘密机构 生命之权 她的目的是培育出源源不断的 纯种亚利安人 一开始 生命之权营地 只面向孕妇开放 相当于一个免费的高级产房 它像是种族灭绝的反面 配备了最专业的医护人员 家具都是从送往集中营的犹太富豪家中挑选出来的战利品 甚至有人形容 我们被照顾的就像公主一样 营地往往选址在偏僻的古堡 或者天主教福利院 不仅如此 生命之权还保证 如果孩子出生后不想带回家 就可以把他们留在营地 接受最好的教育 然后再被送到支持纳粹的上流阶层家庭 抚养长大 因此 让许多面临社会歧视的未婚妈妈趋之若鹜 唯一的入住条件 就是通过种族纯洁测试 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是首选 家族也必须三代没有犹太籍 这张遗传图谱构成了纳粹的科学依据 白点代表亚利安的血统 黑点代表犹太血统 五种类型 从左降右分别是德意志血统 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 二分之一的犹太血统 和四分之三的犹太血统 还有就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 德意志血统 有义务在生命之权 尽可能地多生孩子 可是很快 党卫军就发现 海选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报名的孕妇里边 只有百分之四十符合要求 于是项目变得激进起来 开始安排党卫军人 和具有种族价值的未婚少女 秘密结合 这逻辑很简单 既然符合要求的孕妇不够 那就把帝国最纯洁的少女 变成孕妇 1936年 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 德国人曾经在奥运会旁边 保留了一大片浓密的树林 并且鼓励德国姑娘将自己奉献给运动员 好生育更强壮的后代 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姑娘 就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出于对希特勒的热爱 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当然因为保密要求 她甚至骗过了父母 说自己参加的是国家举办的住宿课程 接着她被送往了巴伐利亚附近的一处 守卫森严的古堡 那儿还有四十名金发碧眼的姑娘 他们挨个通过了血缘测试 领取了在营地的假名 然后签下了一份协议 保证所生的孩子归国家所有 与此同时 所有的军人都收到了国家的召唤 建议他们在奔赴战场前 至少为帝国留下一个孩子 希莱姆在生命之权通知书上写道 这是一项光荣的职责 禁卫军的领导阶层应该共相胜聚 很快军人们就来了 一切看上去就像是一场匿名的大型相亲 这些年轻人有一星期的时间相守 一起看电影 做游戏 交谈 然后由女孩做出选择 唯一不同的是 聚会的终极目标只有声誉 当医生发现女孩开始排卵以后 就会让他们回到房间等待 入夜以后被他们选中的男子就会到来 我们文中的那个姑娘 她那一整晚都表现得非常兴奋 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为国家献身的激情里 再加上那个她看上去十分英俊 那一周他们共同度过了三个缠绵的夜晚 其余四天 那个男士则被安排到了别的女孩 而当姑娘们全部受孕成功 那些不知姓名的军人就会离开营地 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婴儿像流水线的产品一样 被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来 生下健康婴儿的妇女 要带着孩子参加一个类似宗教洗礼的党卫军 命名一事 把带有纳粹标志的匕首举过孩子的头顶 同时宣誓效忠纳粹 九个月后 女孩完成了任务 生下了一个亚利安男孩 她享受完最优质的产后护理 就骄傲地离开了营地 即便她将再也不会见到她的宝宝 所有的孩子都由专门的护士负责科学养成 这意味着每天定时外出晒太阳 洗两次澡 接触的每一样物品都要经过提前的消毒 希姆来甚至亲自设计了一种高蛋白食谱 好把孩子喂养成体格强壮的战士 同理 照顾人员奉命 即使婴儿呛到了自己 也不准哄他们 因为意志坚强也是培养的目标 有些新生儿出生以后 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暗淡 于是纳粹科学家开始对他们进行光照疗法 在科学界 同时期美国科学家对人种实验表示了支持 因为纳粹实行了他们在国内无法完成的应用遗传学实验 据说在1935年到1945年间 德国境内的十家生命之权机构里出生了约8000名亚列安婴儿 按照计划到198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2亿 但纳粹还是那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纳粹 在生命之权凡是有先天缺陷的婴儿都会立刻被毒死或者饿死 就像除掉杂草一样简单 不过希特勒相信 多年以后 全世界都会因他在优胜政策上带来的人类进化而感恩戴德 随着纳粹军队攻城掠地 生命之权也一路扩张到被人认为具有种族价值的挪威 法国 比利时等国 如同在国内一样 生命之权鼓励士兵只管传播基因 帝国会负责照顾好母亲和孩子 由于没有德国女孩现身热情 许多前来报名的都是当地贫困女性或者性工作者 1941年 第一家生命之权营地在挪威建成 短短四年间就开了十家营地 生产出了八千到一万名婴儿 1939年 等到连生育速度也赶不上纳粹的野心 绑架开始了 每到一个地方 纳粹士兵都会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德国之子 于是长得金发碧眼 成了一种诅咒 亚历山大就是村子里最惹眼的那个孩子 1942年 当德国坦克开入了克里米亚 纳粹官员一眼就注意到了他 在一群略智的斯拉夫人的海洋里 竟有一个天使般的亚历安男孩 于是他们当即立断 从母亲怀里毫不费力地把他抢走 在他们眼里 这无疑是一场拯救行动 因为让一个完美的孩子 在不良的环境中长大 简直与犯罪无异 所有可爱的孩子都必须属于德国 随后 亚历山大和其他被抢走的孩子一样 被送到了医学检验部 在那里 医生为每个孩子做了详细的测量 胎记 发色和眼睛的颜色 也经过了人类学辨别 简单的几项身体数据 最终构成了命运的判决 最佳 可接受 或者是略知 前两等会被送回德国生命之权 而最后一等 则会登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 然而身体达标只是第一步 到了德国 迎接幸存儿童的还有社会化改造 没有人会对这些背景离乡的孩子稍作抚慰 相反 他们会被禁止说本国语言 只能学习德语 有些护士还说服孩子们相信 他们是故意被父母遗弃的 一旦德国化成功 孩子们会被忠诚于纳粹的富裕家庭收养 而剩下的不成功的孩子 还只是只有集中营一种选择 根据统计 当年纳粹在各国抢夺的孩子远远超过25万人 而活下来的只有其中一小部分 那个来自克里米亚的男孩亚历山大 已经是幸运儿了 他最终被德国商人抚养 以德国名字度过了一生 1945年 德国宣布投降 生命之权也随之化为泡影 希特勒去世后的第二天 美国军队进入了德国 才震惊地发现了第一家生命之权营地 多数工作人员和母亲早就闻风而逃 只留下300名六个月至六岁大 听老师说过 美国人是敌人的宝宝 随后 更多的孩子在欧洲各地的营地被陆续发现 一夜之间 他们从承载人类未来的德意志之光 沦为很少有人愿意收养的人类之耻 由于大量的档案被纳粹销毁 许多孩子的绅士成了永恒的秘密 在挪威尤其如此 在纳粹看来 挪威人是维京武士的后代 拥有最完美的血统 因此 挪威曾经是生命之权在北欧最大规模的繁衍基地 德国撤离以后 清算立刻开始了 重新掌权的流亡政府和被蹂躏的人民 把多年来压抑的怒气全都撒在了女人和孩子身上 约有五万名挪威女人被指认与德国人有染 有人仅仅是因为跟德国人说过话 就丢了工作 德国人的情人更是无法立足 人们肆意地侮辱他们 让他们剃光头发游街 还有人被送去秘密的监狱做苦意 战后 法国同样掀起了一场惩戒德奸女子的风暴 人们把这些女性抓到街上 剃光头发 更有甚者还会脱光衣服 在众人的簇拥下游街市中 德国人的后代也令挪威人害怕 尚在墙堡中的孩子被视作未来的法西斯帝武纵队 官员们公开表示 要相信这些孩子会成为良好市民 就如同相信老鼠能成为家养的宠物一样 为了解决这些麻烦 挪威政府把一部分孩子遣送回了德国 甚至不远万里将一部分送到澳大利亚和巴西 留在挪威的孩子则只能忍受更加无偿的命运 政府把其中几千人安排到精神病院了事 因为当时一位顶尖的精神科医生 报复性地宣布 这群孩子都带有不良基因 与智障无疑 讽刺的是 他这样的论调与他们痛恨的纳粹如出一辙 保罗还记得被母亲抛弃后的一天 挪威政府代表来处理营地遗留的20名孩子 一名医生站出来说 我可以带走他们 谁知道 等待他们的是精神病院的铁门 此后的20年 保罗就被和一些病得很重的人关在了一起 而那些人最爱做的事 就是在晚上尖叫 唯一不变的 是精神病院和生命之权都讲究科学管理 总有护士不断地擦洗孩子的皮肤 尽管已经破皮流血 也要洗掉那纳粹的味道 据说这种消毒方式是来自一个牧师的提议 在精神病院墙外 仇视 虐待 甚至性侵 依然是生命之权孩子们最普遍的经历 对莱拉来说 最幸福的日子是在六岁以前 那个时候 她生活在德国祖父母家中 平静在1947年 戛然而止 根据盟军和挪威的协议 莱拉被送给了挪威的生母 刚到的时候 莱拉一句挪威话也不会说 可是只要她一说德语 就会遭到继父的毒打 再长大一点 毒打就变成了性心 理由是 这种野种生下来的 就是让人使用的 在学校 德国血统也是耻辱的象征 有的孩子一上学 就被所有的同学叫做德国婊子 而他们能做的只有跑回家 哭着问妈妈 那个是什么意思 另外一个孩子 小的时候 母亲一直隐瞒 她在生命之前出生的事实 但仍不能让她在学校免受歧视 如今 一代亚利安婴儿已经垂垂老去 人们发现 他们大多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 自杀率远远高于德国普通人 事实是 仇恨的生命力 远比想象的要顽强 进入21世纪之初 当一群诞生于生命之权的孩子 对挪威政府进行诉讼 一位女性终于鼓起勇气 公开了自己的身世 结果她多年的邻居兼好友 却跟她断绝了来往 她说 我不想跟寄女生的孩子有瓜葛 也不想政府把我纳的税 赔偿给其中任何一个人 现在虽然开始有人公开的 为这段经历发声 但大多数挪威的生命之权的孩子 依然保持着沉默 他们不想再遭骚扰 直到2018年 在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的活动上 挪威首相才首次代表国家 向与纳粹有染的挪威女性 公开道歉 可惜的是 一些事实 永远无法改变了 如保罗所说 我们永远摆脱不了耻辱 直到我们死去 为愿我的骨灰可以洒落在风中 这样我就永远不再会被选中的 由于资料缺失 被选中的孩子的实际数量 已经无法估量 他们中仍有许多被德国家庭领养 至今也不知道自己是生命之权的孩子 有些直到老年 才发现自己身世的真相 对于这场高贵种族大梦波及的每一个人 战争仍在继续 我是水英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